电转响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卓工小米 给大家看看我今天干这个活吧 扎心了 扎心了 首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房子够不够大 装修够不够豪华 40多万的装修费 然后我们看看他这个店 这是他的总杂 大家细心的看一下这个总杂 这是我今天过来装插座 然后他们装修公司派过来的师傅 工程的开关还没有换 这是今天过来才换 这实在没法子了 因为要装灯和开关了才过来换 这个活就干成这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是他是怎么交了工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开关的安数 63的 第二个63的 第三个63的 第四个63的 第五个32按的空气开关 第六个 单批 你们借过这样的活吗 这个房子花40万装修 水电 这个店就干成这个样子 看看这个线路 看不下去吧 这里都看不下去吧 前几天我过来看这个活的时候 这是朋友介绍的 不干吧 都不行 非要让我干 因为给我留了都好长时间了 说说我们家姑姑家这个活 你得干 一个多月前都跟我预约上了 这业主其实不差钱了 这个房子也是197平米 将近200平米 然后装修费也花了不少 40多万 装修出来我们整体看这个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细节上的问题比较多 那天我过来看这个活的时候 我一看总杂 工程开关装的是德里西的 德里西可能装了有四到五个开关吧 我说这是工程的吧 你为什么不换 然后你们猜客户怎么跟我说的 客户说他也问了那个装修公司了 问这个水电师傅 水电师傅说 那个开关已经买好了 就在你家的哪个位置放着 然后装灯的师傅去了 让他松变搞一下 把这个开关给换上去就完事了 说的就这么轻巧 当时我听了这话我就懵圈了 我又不是做水电的 毕竟我是做后期安装的 水电这一块我也不擅长 让我做这个总杂 我做不了 我直接就说我做不了这个活 他们当时水铺的线 你找谁来做吧 然后客户又去找那个装修公司 装修公司 派了他们一个师傅过来了 搞了两小时 把这些德里西的拆掉 把这个正态的给换上去 然后就换了这些东西 一个带漏电的开关都没有装 我就纳闷了 而且还都是63案那么大 而且数量又不够 还差两路的开关没有装 我没见过这样的 我们业主拿那么多钱 就是因为不懂装修 去交到装修公司 装修公司把活干成这个样子 我安装灯带 桶灯插座这一块 桶灯和灯带呢 提前装好了 这个没什么问题 就是装插座的时候 他们这边给出的清单 然后拉着单子买的 买回来出了一大堆 开关像那个卧室 它有桶灯 灯带主灯 都是三开双孔 到了床头有单开多孔 到了末端有单开双孔 这些开关买错了好多 还有全物的双开 一个都没有买 搞得我装完插座以后 差17个都没有装 都是买错的 没有买的 差17个 后期我还得过来 然后呢 安装 全部安装完以后 我试电的时候呢 整个客厅是没有电的 然后我就从装杂子里边开始查 一路一路去查 到底是哪里有一个暗盒堵了 还是所有的线 这个线就没有接通 我就这么排查 哎 让我头疼的是 查了半天 没有查出来 然后让业主去找那个 他们电工师傅 当时铺铺铺线的时候 有图纸吗 他们说没有 有那个手机拍的视频吗 当时是有 然后没有保存 嗯 发过来两个不知道是谁家的 但是我在卧室转悠转悠 我就发现 不对 我安装的时候 他这个电视墙这一块 为什么只有一个网线盒 没有电视 没有那个电源盒 那透气装电视怎么查电源 我光光光一敲 才发现 哎呀 这里边 关粒子的时候堵掉了一个线盒 苦苦找了半天 终于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了 哎 现在我们拿刀子把它割开看一看吧 真是 这个都不算啥 关键是在那个过道那一块 贴壁纸的时候还堵掉一个 不过我在卧室干活的时候 就这么一回头 那个 那个 嗯 贴完壁纸和那个空盒的位置啊 很明显的看得到 那个被我及时的发现 但是这个我找了好半天才找到 在当时做完的蟹盒 刮逆子的时候 可能是给刮到一铲子堵掉了 贴壁纸的也没看见 然后就直接贴上 按照插转的时候也没发现 没电了才找 才找出 客厅这一块没电 然后旁边的大姐 苦恼的 话都不说了 找的我也是一头雾水 现在找出来了 大姐比较激动 通电了 通电以后听听大姐的笑声 多么的喜悦 哎呀 别人来点吗 哦 哎呀 真真咋小气了 哈哈 现在全部都通了 终于可以把这个插状 全部都固定在墙上了 至于那些没有买的买错的 那后期还得过来一趟 今天这个活干的 总而言之总结一下就是心特别的累 你们说干个安装容易吗 状况摆出 每天遇到的事情都不一样 每天都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天天如此 对于业主来说我们装修一套房子 我们买一套房子也不容易花那么多钱 花那么多钱再去装修 到底我们是要自己着手装修呢 还是我们要把这个活包给一些装修公司 如果碰上这样不靠谱的装修公司 怎么办 黑我干什么 怎么办 你们说怎么办 正这ário进行吗 都讲穿行吗 JS 是 C